有同学表示不会画葡萄呀 这个简单 我教你 首先画两根斜线 确定枝干位置 然后加上藤腕 用几个圈表示葡萄 画出枝干左侧的椭圆表示厚度 然后擦浅铅笔稿 用彩铅勾线描轮廓 要加上枝干的粗细起伏哦 葡萄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前后的遮挡关系 再用绿色画出边缘带有锯齿的叶色 让画面更完整些 现稿稿令 上重点了 赞和收藏都点好 开始上色 橄榄绿或者棕色平铺 再把下半部分的颜色加深 深绿色和黄绿提高艳丽度 再用浅绿画出亮面和质感的褶皱 塑造质感 绿色平铺叶子 眉墨的水性笔进行压线技法画叶子脉络 接着继续用绿色加深叶子颜色 深绿色画暗面 黄绿色画亮面 靠近葡萄的位置要重一些 才能更好表现葡萄在前 夜色在后的空间关系哦 听懂的同学双击一下屏幕 OK收到 葡萄部分用深紫色平铺 再加重暗面和投影 深红丰富颜色 浅蓝色表现白霜 提反光和亮面 再用深紫色深蓝色加深暗面 让对比更强 反光部分还可以轻轻过度些蓝色红色 再压白色 让颜色更加丰富 最后用高光笔提亮高光 同样的方法画出其他几颗葡萄 总结一下绘画思路就是 第一步平铺完之后 第二步加深葡萄的暗面和遮挡位置的投影 深蓝深紫和深红可以交替使用 使颜色更加丰富 第三步用浅蓝色画出白霜 葡萄反光和亮面等部分 不够亮的位置用电动橡皮擦一下 再加白色 第四步继续加深色 让对比更强 顺便也可以加点深色斑纹 最后点上高光就完成啦